大家好,我是涛哥,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。 浓浓的不祥的气息,她刚要转身离开,家爷子大神就出现在了她的身后,来都来了,难道不进来坐一坐?伴随着梅姐的惨叫声,画面一转,故事正式开始。 受到惊吓的梅姐并没有死,想必家爷子大神也是考虑到了美日的关系,所以没有在当地动手。 梅姐是顺利的回到了美国温暖的家中,开开心心的和丈夫女儿继续生活。 然而事情哪有那么简单,当那两个熟悉的日文字幕出现的时候,我们可以断定,家爷子大神已经是走出了国门,进入了美丽间。 画面一转,来到了女主这边,女主是一名单亲妈妈,也是一名警察,这天她被调到了一个新的警局。 刚上班的第一天,上司洗礼书就安排她出了一个命案现场,死者是一名女司机,在车祸之前似乎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,从严重腐烂的尸体上还能看出她那绝望的表情。 从现场残留的证件和资料得知,女司机生前曾经去过雷波恩街的44号房子,而这44号房子大家应该也是不陌生,正是家爷子大神在老家的门牌号。 洗礼书看到这个地址变得非常的焦虑,她告诉女主,在两年前那栋房子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,后来又有几起死亡案都和这个房子有关,甚至调查此事的警察同事乔翠书也被吓得得了精神病。 接着女主问是什么案子,洗礼书却怎么也不肯说,还告诉女主,咱们最好还是不要管这个案子。 女主说,好的长官,我不去,故事到此结束。 呵呵想得倒霉,电影为了继续,女主自然是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,一回去就忍不住好奇心,少王搜了一下这个案子。 原来那个凶手正是从日本回来的媒介。 转过天,女主一个人来到了44号房子,想找现任的房主打探一下情况。 女主推开了虚眼的门走了进去,一股恶臭扑鼻而来,同时在厨房的位置传来了一阵脏脏脏的剁东西的声音。 女主走过去一看,一个神情憔悴破衣烂衫的老妇女花婶转过了身来,哦吼,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啊。 花婶目光呆滞的看着女主,女主这才发现,花婶跺的竟然是自己的手指。 女主害怕的往身后一躲,这时女主才看到,这家的男主人老王头已经是死了很久,尸体都伸了蛆。 女主吓得跑出了房子,来到了车前,哇哇的大吐的起来,然后驱车来到了西里叔的家。 而另一边,花婶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这边西里叔告诉女主,在媒介从日本回来后不久,忽然在一天夜里淹死了自己的女儿小花。 然后对着自己的丈夫小帅捅了几十刀,最后自己抹脖子自杀了。 而媒介杀人的动机至今没有搞清楚。 而接下来又发生了好几起恐怖的事件,住过这栋房子的家庭无一幸免, 甚至只是送个快递,或者只是从门口路过都会死于非命。 西里叔说,我是害怕的不得了,你可千万不要去呀。 女主怎么可能听话,是要将这个案子调查得水落石出。 随后女主在翻看卷宗的时候,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。 在媒介灭门案的前几天,也发生了一起命案。 房产中介眼镜哥杀害了怀孕的妻子,然后在扫盆里溺水自杀。 而巧合的是,眼镜哥就是44号房子的销售顾问,时任房主正是媒介一家。 那天媒介提出要卖掉这栋房子,眼镜哥上门进行了勘察登记。 当她走到浴室附近时,忽然从浴缸里钻出了一个可怕的女鬼。 接着眼镜哥回到了家中开始洗澡,洗着洗着一只鬼手抓住了他的头发。 眼镜哥也感觉到了不对,在一摸石却什么也没有了。 这还不算完,晚上眼镜哥正在床上睡觉,就感到有人在扯他的被子。 接二连三的怪事把眼镜哥吓得不轻,他也联想到这一切会不会和那栋房子有关。 于是转过天,眼镜哥又来到了媒介的家,想要退回合同。 当他推门进去时,媒介并不在家,只有他们的女儿小花一个人。 眼镜哥刚要告辞,小花忽然流起了鼻血,他只好手忙脚乱的照顾起了孩子,这一忙活就到了很晚。 这时,眼镜哥忽然听到楼上传来了动静,一路来到了浴室,结果就被女鬼一把拽住了脑袋,差点把她给淹死。 眼镜哥是拼命的挣扎,好不容易跑到了门口,却被媒介一家三口堵住了出路。 原来他们一家人已经变成了鬼,眼镜哥慌不择路地跑进了衣柜中,然而还是没有逃脱被鬼附身的厄运。 回到家中,眼镜哥就凶神恶煞地杀死了自己的妻子,然后自杀了。 这起案件和后来的汽车女子死亡案都指向了44号房子,于是女主再次找到了洗礼书,然后从他那里得知那个疯掉的同事乔翠书参与了整个案件的调查。 于是女主来到了精神病院了解情况,而此时的憔悴书已经被可怕的幻象折磨得不成人形,整张脸都是塌陷的。 他告诉女主一切已经是来不及了,很快44号房的女鬼就会找到女主,而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挖掉眼睛,说着就立刻做了示范。 女主被这血肉模糊的一幕给惊呆了,慌忙地跑出了医院,然后在憔悴书的办公室找到了一盘录音带,慢慢地揭开了这些恐怖事件之间的联系。 原来汽车里死亡的女子名叫暖心姐,工作比较特殊,是帮人安乐死的。 而那天暖心姐接到了老王头的电话,来到了44号房,老王头请求暖心姐帮她患癌症的妻子花婶安乐死,暖心姐也同意了,但当她见到花婶时,却发现花婶的精神很不正常。 按照规定,在当事人意识不清的情况下,自己是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。 既然暖心姐不同意,老王头赶忙说让暖心姐先在这里待上几天,熟悉熟悉情况以后再说,情况很快就会有转机的。 暖心姐只好同意再待上几天,但可怕的事情却接连而至。 这天暖心姐在超市购物时,遇到了鬼小孩小花儿,可把她给吓坏了。 到了家门口,又遇到了神情恍惚的憔悴书,憔悴书大喊着有鬼扑向了暖心姐。 暖心姐回到家,赶忙问老王头是怎么回事。 老王头只好说,自从搬到这里后,他们两口子就被恶鬼给折磨,每天折磨的都快疯了。 但转念一想,如果妻子也变成了鬼,那就能永远的和自己在一起了。 这才请了暖心姐过来。 呃,如此轻奇的脑回路,想想也真是醉了。 而暖心姐赶紧连夜收拾行李,准备离开这个精神病之家。 谁知一下楼,就看到了花婶乱刀砍死了老王头,还切下了自己的手指,于是赶紧驾车逃离。 谁知在半路上恶鬼出现,暖心姐被吓破了胆,出了车祸死掉了。 听完这骇人的录音,女主的心情是久久不能平静。 她来到了卫生间,想洗把脸清醒清醒。 谁知灯一关,一个可怕的鬼影出现在了镜子里。 接下来,鬼魂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女主的家,甚至开始骚扰她的儿子正态。 女主不甘心成为像前面那几个牺牲品,于是决定奋起反抗。 这天的夜里,女主带着儿子开着车,抄起汽油桶来到了44号房,将汽油倒在了房间的各个角落,准备将房子烧了一了百了。 但家耶子的诅咒哪能那么容易让女主得手? 那些因这栋房子而死的鬼魂,全部出现在了女主的面前,并将当时的面暗现场给女主来了次情景再现,试图来吓阻女主。 但女主都意志坚定地挺了过来,这时正态突然闯了进来,说自己害怕,让女主带她回家。 女主用了个简单的小计谋,就识破了这个诡计,最终是烧掉了44号鬼屋,一切似乎是恢复了平静。 女主也难得地睡了个好觉。 第二天一早,女主和准备去上学的正态拥抱告别,谁知正态的声音却在身后响起,那么怀中的这个孩子到底又是谁呢? 故事到此结束。 咒院这个大IP已经被开发了很多部电影,但涛哥还是能从那老套的桥段里感受到丝丝的良意,我想这就是经典的魅力所在吧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,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,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,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。